今天路过这个垃圾堆 又发现有一些花油 把这颗人见人爱的万年青丢掉了 这颗万年青应该是前几天由于天气比较冷 所以这些叶片全部被冻坏 但是我发现这颗万年青的根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打算把它捡回去 将它处理一下重新栽种 我们将它捡回来之后 首先第一步就是给它做修剪 先检查一下 如果这些枝杆被冻坏了 我们就把它修剪掉 如果说没被冻坏的话 我们只要把这些叶片处理掉就可以了 像这一条枝条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些叶片已经被冻坏了 发黄把它处理掉 像里面的这些比较瘦小的 就已经冻坏了 直接将它切掉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给它做伤口处理 用这种伤口愈合剂给它涂抹一下伤口 因为这种愈合剂呢 它可以将这些伤口密封取来 不会受到续均的感染 同时又起到杀菌杀毒的效果 不给它营养流失 不给它水分流失过快 那么处理伤口呢 不单是这种花卉 其他花卉我们也是一样要处理 尤其是月季 因为月季比较容易受到虚筋的感染 比较容易得病 一定要做伤口处理 接下来呢 再用这种快速生根粉 来给它浇灌一次 因为这个土壤比较干 这个根系呢 也有点脱水 所以给它用点这种快速生根粉 能让它的根系 快速的强壮起来 快速的长一些新根出来 这个时候给它换盆的话也可以 先给它换好盆 然后再给它浇水 是没有问题的 我就不打算给它换盆了 接下来把它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一个星期之后 如果说它还是没有恢复正常的生长 我再给它换一个盆 重新换一些土壤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